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围棋攻击法 之前跟大家说过围棋的进攻 是在下棋过程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 如果掌握好进攻的要领的话 会在前半盘或者是中盘阶段早早的建立起优势 拿到局面的主动权 甚至是一锤定音取得胜利 所以说进攻这项技能 是我们在下棋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掌握的 今天的这盘棋是板田荣南先生和另一位绝顶高手 穆古石先生的一盘对局 穆古石先生他有一个特点 他有一个称号叫做龟步 就是他下棋的节奏非常非常的缓慢 但是极其的扎实 龟步之后他很喜欢让对方先围一块 看似很大的大模样 之后他就深深的打入进去之孤 所以说穆古先生的棋风来说也是酷爱实地的 板田先生他也是比较喜欢实地的 所以说他们这两位大前辈大高手之间的对决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进攻的能力就显得很重要了 因为双方都在实地上面拼命的争取 那么某一方如果出现孤棋了怎么办 这盘棋板田先生就给我们好好的上了一课 好我们来看看棋局 好这盘棋是板田先生之黑 现在我们来简单分析下局面 黑棋是在右边 这条边是黑棋的实地 左上角黑棋也有一点点实地 白棋显然是捞了很多空 大家看穆古先生他就是他的棋风特点 右下角上边还有下边的这一条边 这都是白棋的实地 但是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白棋这一块中府的这块棋 大家可以看 这块棋目前只有一只眼 他只有这个地方一只眼 显然是一块不活的棋 其他的地方 全盘其他地方 基本上可以说是双方已经是定型告一段落了 就是属于是进入到收兵 明金收兵的阶段了 只有这块棋目前来说 很显然是全局的一个双方要进行争夺 进行缠斗的这么一个焦点 黑棋该怎么样去进攻这块棋 决定了本局的走向 从实地上来看 因为白棋在前半盘已经捞了大量的实地 所以说幕术来说全盘是白棋领先的 黑棋必须要通过进攻白棋这块棋获得收获 才行 或者说是如果有可能的话要把它歼灭才行 对于黑棋来说现在板田先生的局面 虽然有主动权 但是必须要利用好进攻的 现在这么一个优势的 转瞬即逝的这么一个机会 争取获得胜势 好 可能是大多数的我们的怎么讲 就是骑友们的第一杆会下在这 因为这块棋不活 那首先呢 它底下已经做不活了 对不对 那我们只有一个就是说 怎么样去控制它向外出逃的方向 我们把它这个上面的头给它封死 那这块鞋就死掉了 所以说沿着这个思维线 那我们的第一杆肯定就是从这儿飞 把它的头 争取把它的头封住 就是控制住 那如果飞的话呢 但是白棋会靠 黑棋搬的话白棋就长 这个时候我们再看啊 好像黑棋再进攻 有一定的困难了 因为如果你再继续贴 还是我们刚才贯彻这个意图 那白棋就长 这样大家可以看出来 白棋现在已经基本上可以说是 跟下面的大本营啊 应该说是胜利会师了 这黑棋已经很难再去分端白棋了 所以说黑棋这个方向走过来呢 实际上当然黑棋有收获 比如说黑棋再尝过来 黑棋中间呢 可能会围出一点空 但是这个收获够不够取胜 这个就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 而据我的观察来说 黑棋只是拿了这点空的话呢 可能是不够的 因为黑棋本身也有一定的潜力 所以说 这个飞的方向呢 是不对的 这个是属于是 怎么讲呢 就是如果现在飞的话 就叫操之过急 只有一个结果 就是把白棋送回家 那这是不行的 那我们再来看 换一个思路 如果说正在这 这怎么样 首先呢 如果正在这的时候呢 这给白棋两个方向啊 白棋可以从这逃 也可以从上面逃 这两个方向 都是可以选择的 所以说这招阵呢 其实显而易见的 它也不是什么好奇啊 比如最简单的 白棋从上面逃 因为这个 白棋从上面靠出来呢 可能还有一点点价值 黑棋大概只有斑 白棋长 接下来呢 由于这个地方 黑棋有断点 所以黑棋自身的气啊 非常的紧 黑棋 比如说普通的下法 就是沾上 把这个断点护住 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你贴在这 这也是一种防守 因为如果你这不走的话 白棋这个贴 是绝对的先手 但是这都是很俗的下法啊 是一部俗手 贴白棋拐出来 黑棋这个断点呢 不得不防 这样白棋就 堂堂正正的 向上面出头 我们看 如果像这样的话 黑棋想进攻白棋呢 基本上也是 没有什么希望了 因为白棋这边 这块棋是火棋 所以说这块棋呢 黑棋是借不上劲儿的 而如果被白棋 唬过来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啊 如果唬过来的时候呢 黑棋自身的联络 还存在一些问题 白棋想要做演 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所以说如果下到这儿的话呢 黑棋也是失败的 好 通过我们分析啊 就是黑棋如果直接飞 或者是直接的在这儿震 这两种下法都属于直线型的进攻 我们说进攻分三种方式 经常我们会提到这三种方式 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了 那么我们说第一种方式直线型的进攻呢 这两种下法都不是不好的 很简单 就是你无法直接凑效 你没有办法直接的把它歼灭 第二个呢 你也没有办法通过直接的进攻 获取巨大的利益 所以说在当前的局面 我们可以说直线型的进攻方式呢 是可以被否定的 它是不成立的 或者说是并不是当前的首选吧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板田先生的实战 这块棋呢 我们刚才说 绝对是当前局面的一个最最核心的重点 因为胜负就取决于此 但是并不代表说 我们现在立刻就要对他进行制裁 是吧 我们也要制造最好最好的时机 看清楚了之后 就是一举进行歼灭 对敌人要这个稳准很 我们出手要稳准很 所以说通过刚才我们的分析 黑棋飞过来的时候呢 我们看白棋靠出来 就是大家还有印象吗 就是白棋离这边的这个家很近 离他的大本营啊 下面的这些棋子 这都是援军 离这些援军很近 那所以说呢 顺着这个思路 我们有没有好的下法呢 板田中兰先生给我们了答案 实战呢 非常非常酷烈的一手啊 大家可以 呃 这个仔细的欣赏一下 好好欣赏一下 他是走在哪的 靠 这个靠 不知道大家做何感想啊 就是我看到这条棋的时候是非常的震撼 首先 这步靠是绝对的 命令型的下法 就是白棋是绝对不能脱先的 因为这条棋非常的紧凑 比如说你要下在别的地方 随便举个例子 你要点在这儿 白棋都有可能脱先 当然了 我估计这个木骨先生是不会脱先 他肯定会跟着你硬 因为光有这一步棋啊 你是杀不掉他的 这一步棋不够 所以说呢 从 不管是从这个 任何一个角度来说 这个都肯定不是好棋 虽然说意图比较明显 但是 这个手法不够好 实战呢 是靠在这 靠在这之后呢 显然这条棋就叫缠绕进攻 对 声东击西 对不对 看上去是在这个局部 跟白棋纠缠 实际上 它是远远的瞄着白棋 上面的这块 这块大龙啊 这个时候呢 白棋不能脱先 白棋就有四种下法了 斑 下斑 长 和立 这四种下法 首先呢 我们可以排除两种下法 就是这个长和立 这都不好 为什么呢 如果你立的话 那黑棋这个跳 又是绝对的先手 这非常简单啊 这个道理很简单 就是黑棋其实在这个地方 只要多两个子 它再飞过来 白棋就悬了 那如果跳先手的话 你看你是很简单的 让人家走到了两个 绝对的先手 它再飞过来的时候 这个跟刚才完全不一样 这我们摆一摆 大家就明白了 这直接 白棋直接就可以说 是阵亡了 这个非常简单 你还是只能靠了长 黑棋就一路贴过来 它不用动脑 不用动脑 今天贴了粘上就行了 由于有了 这两个子的交换 我们看白棋现在 是没有办法联络的 无论怎么走 你贴它就糊过来 这样就把白棋 简单的分断了 所以说白棋 这里面显然是 没有办法做活的 所以说这样的话 白棋就死掉了 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啊 这个 其实我们摆出来之后 大家觉得 其实也蛮简单的 是不是 但是实战中 如果下出来的话 还是非常得意的 就是通过这两个 声动机器 然后直接就把别人 闷死了 还是很舒服的 很爽啊 所以说呢 但这种爽呢 是这个不可能实现的 这个木骨先生 他也很清楚 你就靠一个什么意思 那长呢 跟刚才大同小异 长的话是什么 就是黑棋就贴 一样的 你还是长完之后 你得搬过 搬过了之后呢 它这个先手 搬了之后 长一个 这个是绝对先手 这跟刚才大同小异 如果你不走的话 它底下一打了一趴 这白棋就死了 如果你底下走的话 上面就被白棋给捂死了 这是 很简单啊 所以说呢 这个局部来说 首先白棋不能脱线 第二个呢 白棋不能长 也不能立 那只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上班 一种是下班 如果上班的话呢 黑棋就会选择一种 就是非常非常实战的下法 俗而有力的下法 就是它会顶这个 白棋挡住 这时候黑棋就搬过 这看上去非常俗 但实际上黑棋 我们仔细想一下 黑棋实际上 木树收获很大 在站上 这样局部来说 黑棋就是 等于说在凭空啊 就无中生有 就是在白棋的空里面 掏了很大的 就是挖走了很大的一块肉 那这个现在本身局面 就是一盘细棋 白棋突然之间 蒙收这么大的损失 那肯定是受不了 而且这个地方有个段 它还先手 黑棋走完之后 你还得补 所以说这样的话呢 白棋是不肯的 当然从 如果从这个 理性一点的角度来说呢 我认为可能还是 虽然不肯 可能也只能搬这个 只能去照顾一下 中央的这块大龙吧 实战白棋呢 穆古先生是搬底下 他这个搬呢 还是有点过分了 下一步黑棋的下法呢 是跟这个靠是连贯的 非常的犀利 它不是在这断 如果在这断的话 白棋就把这个子吃掉 我估计穆古先生 可能是这么想的 他可能是觉得这样的话 白棋还可以 这样黑棋虽然把白棋 空打穿了 但是跟刚才比呢 黑棋自身没有什么 实地的收获 那白棋再 比如说虎 虎了之后呢 一里 这样白棋这块棋很厚 它对中央已经是 就是自然的 有一个照应 同时呢 通过这个定型之后 我们看黑棋自身 它还需要处理 所以说这个黑棋的收获 并不大 如果像这样的话 黑棋不满意 但是 这个也许啊 穆古先生 他可能是忽视了这个板田 剃刀板田 板田大师的 他的 后招 他还有更狠的 实战 他搬在这 这个是连贯的下法 白棋打吃 黑棋场 哎呀 这个时候就留给白棋 一个巨大的考验 因为白棋 如果接这个的话 局部来说呢 也能吃掉黑棋 黑棋啪 白棋顶住 这可能我摆的有点快啊 大家就是 因为它不重要啊 这是一个局部的死活问题 这个时候黑棋 这两个子呢 是活不了的 这是杀不过白棋的 但是黑棋通过这个 拐这个是绝对先受 白棋只有打吃 因为你如果接这个 这没有用 接这个的话呢 黑棋接也还是先受 因为不走就搬死了 所以说呢 他拐这个 打这个 这两步是绝对的先受 这两步是绝对的先受 走完了之后 跟刚才一样 这才飞过来 这个比刚才还要 这个比刚才还要结实 黑棋的这块 那就是白棋 显然是没有任何 生还的可能的 这就是 大龙被图 所以说呢 黑棋这个非常 他这个下法非常的硬 非常的犀利 如果你要是接在这的话呢 直接一爬 就是你就面临着 要么这块死 要么这块死 就两块 必死一块的 这么一个局面了 所以实战白棋 他没办法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 他想起 就一定要照顾起 这个中央的这个巨龙啊 所以说 他实战只好吃在这 摔对黑棋打吃 这个时候白棋呢 提掉 他不肯接这个 如果接这个的话呢 黑棋吃 这个将来白棋 木数还 收获又很小 将来人家跳这个 白棋没什么木 所以说呢 他这个时候 木骨石啊 木骨先生 他还要拼一下 他把这提了 当然黑棋打吃 这个时候白棋不能打结啊 这个结黑棋是无忧结 那中复全都是结财 对黑棋来说 打输了 无所谓的 对白棋来说就是致命的 所以说这个白棋只好接 我们来看一下实战啊 实战黑棋吃 白棋打吃 黑棋提掉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白棋已经 这白棋已经不太行了 因为 这个地方如果被黑棋吃下来的话 白棋控也不够 而且吃下来又是先手 这跳 白棋局部还没活 所以他只好打这个 但是黑棋有了这么多先手之后 我们看黑棋从这靠开始啊 局部下成了一个这个棋型之后 再飞过来 这个白棋已经没有 没有生路了 这个下成这儿呢 这盘棋也就宣告结束了 这个是白棋 这是毫无 毫无生还的可能啊 但是后面 还有一些这个 白棋还有进行了一些挣扎 这个我印象当中 白棋先生还在 他在另一个局面下 他讲了这个一个后面的一个进程 但是这个已经不重要了 其实下到这儿 大家基本上有一定计算力的 有一定杀力的 其实我应该能够看出来 白棋这个局部 想要做活 已经不太可能了 所以下到这儿呢 基本上可以说是黑棋屠龙大胜 屠龙成功 那归根结底 是因为什么呢 不是因为黑棋 就是力量非常大 就是他比别人劲儿大 他直接就扑上去 把别人这个大龙吃掉了 不是这样的 而是他是用了非常巧妙的 我们说进攻当中 非常巧妙的战术 叫做生动机器 是一种缠绕进攻的一个战术 那利用白棋这个 不肯在局部牺牲的 这么一个心理状态 而且确实当时的局面 也是非常的接近 那白棋在局部不肯做出损失 不肯牺牲 那么在通过局部的纠缠 达到了自己的这个目的之后 切断了白棋的联络线之后呢 一举将白棋的大龙歼灭 所以这盘棋也可以说是 声东击西的 非常典型的一个经典的战力 好的 那么今天的内容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